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又是很久不见大家了 这个节目《公民齐齐合》 由我和张超红博士轮流主持 希望可以讨论一些民生的议题 今天请到 争取全民退休保障联席的 组织共事欧阳广东 我们叫他表弟 可能来讲讲人口老化 还有讲讲全民退休保障 他们正在推动的一个政策枪议 全民退休保障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方案 以及在哪个层面 希望解决人口老化的问题 今天就会是我们讨论的重点 我们首先讲讲一些现实的情况 你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譬如现在人口老化的问题 我经常都说 譬如去年医药融资 政府都说 因为人口老化很严重 医药负担都很高 所以可能要搞强医金 当然现在这个建议 因为金融开少 就收起了 但是人口老化好像是一样 我们听上去说很害怕的事情 好像会爆煲 所谓的库房 可不可以大约说 人口老化的概况和整个 长者贫穷的处境是怎样的 我想 人口老化其实是一个很实际的情况 政府是承认了 前后不若而同在施政报告 财政券算案 其实都有提到 去到2033年之后 其实香港就会有四个人 就是一个是长者 但是其实一讲到很具体 那有没有什么打算 或者一些预备 其实政府就在这几年的文件上 我们看不到有积极的字眼来回应 那说少许现实的情况 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 新闻都知道 其实通常说人口老化的数字 讲得多的 可能是政府的统计处 那刚刚对上也有讲一些数字 其实例如说 香港其实现在有百多万是老人家 那有一半左右 其实老人家本身的 就是自己的荷包或者袋子 他只有五万元左右 那其实我不知道五万元 可能是怎样去理定 那可能对一个长者来说 他可能我当你一个月洗二千多三千元 那你洗可能分分钟两年之内 已经洗完了 那之后其实长者会面对的问题 都多了 例如起个饮食 看医生 那就是出入 那其实全部都需要金钱上的支援 那所以就问题严重的地方 就是我想作为联席 就看不到其实政府有什么回应的方法 就是过往就可能政府说 他推行了强积金 强积金很好 由刚刚回归开始 开始去成立强积金 二千元开始运作到现在 但是其实强积金的成效 我想相对上就 我想有目共睹的地方就是 其实强积金 不断强调说会有回报 那些其实是没有的 应该我理解是 在刚刚对上强积金出来的数字 就是看到他的回报率 他都知道只有2-3% 其实10年 走过10年的强积金 只有2-3%的回报 我理解是一个很差的回报 所以其实那个方法 我想我们理解是不可行的 还有风险也很高 是的 其中 还有将退休的问题 就完全推卸到打工仔身上 其实很多人都不受强积金 那个范围保障 其实有些妇女 家务努动者 其实他们退休都需要打算 其实我想强积金也都除了他们 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譬如 如果你针对长者贫穷化的问题 那为什么现行的制度 譬如 刚才提到NPF 可能有一些拒线性的缺陷 但是譬如 纵援呢 譬如生果金 为什么这些又好像解决不了 现在的长者的处境 我想 其实生果金 比较容易理解的地方 就是 生果金 如果假设一个正常 香港土生土长的人 他退休之后 我假设他可以拿到的一些 可能政府 就是小津座或者津贴 其实只有生果金 那一千元 那一千元的生果金 如果假设 那个长者 其实本身 就是刚才也说了 已经可能很多的老人家 其实他的收入之日 即他现在的积蓄 只剩下几万元 其实他用債之后 可能分分钟 只有一千元生果金 其实生果金 可能分分钟 已经是他最后的一个 所谓防线 一千元 我们理解根本是不足够 其一 其二 其实在香港法庭 退休年龄65岁 65至69岁的长者 其实如果拿生果金 是要资产审查的 所以就 其实都不是很多的 刚刚退休的长者 可以拿 那 纵援的情况 就都 就是 我理解是严重的 就是其实很多 纵援的数字 我想 就是政府或者 通常和新闻都 我理解都 不是很正 就是不是很全面 包括 例如 就是 其实拿着纵援的个案 里面 其实有一半的个案 一半全部都是老人家 来的 其实就是反映着 一个 就是老人家最后 是要依靠纵援去做他的 就是维持去退休生活 其二就是 纵援 因为现在都改了那个 那个 申请资格 就是用家庭去做申请 所以 有很多的长者 明明他可能 和家人住 但是家人 供应不到的长者 而那长者 亦都想申请纵援的时候 其实就需要去 和家人取共识 就是签那张 我们所谓叫做 衰制止的地方 其实就 我理解 因为有太多 就是有 外面有很多人 就是不签这件事 令到那长者 就拿不到纵援 拿不到纵援 那最后 都是依靠生股的金 那就得过一千元的生股金 那最后 就是一千元 就会 给我们理解 但是根本今晚是不足够的 嗯 但是譬如 我们看到 其实现在的问题 就是我们看到 很多长者 可能已经到了退休年龄 但他们都继续去打工 嗯 之前 安董事会委员会主席梁志雄 他就说 其中一个解决长者的问题 不如我们一起 整个社会 推迟退休年龄 制度上的配合 但是你觉得 这件事 譬如你解不解决到 我想 其实 政府其他的官员 或者 我想行政会议的成员 都开始回应着这件事 其中有一个 很不直接的 即是不直接的回应 就是 其实职金局 一讲退休 就是涉及 例如拿多少钱NPF 何时可以退休 刚才 我也留意到 梁志雄有说 把法定退休年龄 好像退到七十岁 其实首先 外面其实很多 现在的 不够退休金的老人家 其实根本 他已经是 去到七十多岁 还是打工的 根本不用他说 因为 那个问题就是 因为他们已经不够钱去退休 所以唯有 就是退而不休 唯有继续打工 做一些最 就是NPF 就是NPF 因为 不会工到NPF的工作 那補充 因为 65岁以后 打工仔 其实雇主是没有任何 跟雇员工NPF 所以 打工就是 那65岁依然还是打工的话 其实就不会有NPF 少了一重保障 首先 回应 就是很多的长者 其实过了65岁 依然还是打工的 其一 其二就是 其实呢 都需要 引申就是 因为涉及 退休金的问题 明年 明年 NPF 即是 职金局会检讨 那他就会 建议一个方法 就是 既然 如果现在 有很多 50多岁的打工仔 其实根本 他不够 钱用那些 不如提早去领取 这个强积金 那 我想 那个问题 其实有点自打嘴巴 因为 一个就是 我提早去拿强积金 其实 强积金是在保障退休生活的 我明明 强积金 已经不够我退休用 你还要我 提早拿 那我吃完强积金之后 那我还有什么保障 其一 其二就是 我想梁志雄 那个回应 已经很清晰 根本 那个退休年龄 说延迟 我理解是不可能的 而且 也可能不是 在政策层面 根本性去解决 准备贫穷人口老化的问题 嗯 嗯 因为是一个人口的结构性问题 我理解 就不是那么单纯 有一个 就是 就这么看到 强积金 那个 现在提早拿在此拿的问题 那当然 现在很多 就是因为明年强积金检讨 有些 就是 我们 供引强积金的 那些 叫做 信学人 他们现在都 很多天花龙鳳的建议 其中有一个 就是说 其实 如果要在打工仔上面 增加它的强制性供款 我相信 信托人 是不会这么建议的 但是 其中一个 建议的另类方法就是 不如去供多些 志愿性供款 其实 供NPF 除了供强制性之外 还有供自愿性 但是坦白说 对于很多打工仔来说 其实 他收入这么低的时候 你还叫他供款 他根本没有钱给你供款 这个也是 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都不会 看出明年的NPF 是的 我们现在就 大约就 说了 譬如人口老化 就是贫穷的现况 和移行政策 那些不足 那我们回来 就可能真的说一下 全民退休保障 他们现在的方案是怎样 这样